車輛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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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粉絲團的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午安 今天這款車 今天你記得沒有直播過跟車友們分享 所以今天這款車是 BMW X15 那這一台的話 其實從最早的 E53 然後這一個是二代的 E70 再來是F15 再來2018還19年 有換最新款的叫G05 那這一個算是第二代 但第二代跟第三代的底盤 其實是有共用的 就是E70跟F15 它的X5X6的系列 底盤是有共用的 那這一個世代 就只有一個地方要特別注意 就是這台車的後方 不建議降得太低 因為它有兩個支幣 待會會特別的地方會跟車 我們來介紹一下 因為之前有錄影過影片當中 是我們錄影 然後解說給國外的客人了解 那在直播當中的話 倒是沒有這樣的介紹 那這一款的E70 前懸吊 跟第一代的E53 是有很大的差異 這一個世代的話 它前面已經變成是一個 雙A倍的懸吊系統 所以在操控上 理論上的話 是會比前一代還要來得好一些 可是這一個世代的 X5跟X6的話 其實 它的整體的底盤 操控起來的感覺 倒是我自己 也特別特別喜歡 對BMW 車系的底盤 也略有研究 這一個世代的X5跟X6 就是E70 E71 還有F15 F16 這幾款車 大概在操控起來 我個人是覺得 最沒有BMW感覺的一個車子 所以它的底盤的操控性 其實就會做得比較舒適一點點 那我們先來介紹一下 它原廠的一個懸吊系統 前面的話已經改成是 雙A倍的懸吊系統 所以這個 用料都很不錯 像這個上座的話 原廠就已經用一個 鋁合金的上座了 所以這個是它前面的懸吊系統 雙A倍的 那後方的話是 彈簧跟避震器分開的結構 這個是它後面的彈簧 在KT的設計上 我們前面是配12公斤 後方的話是配置10公斤 這個是後面的阻鈴 它的上座形式 蠻大一顆的 很特殊 所以前面上座 KT有附 後上座的話 就是需要沿用原廠的 漂亮喔 好 等我一下 這裡這個是油管固定架的位置 這個也是常常會有店家在詢問的 所以剛好師傅這邊還沒裝 所以我們用這個來解說 這個上座 是需要沿用原廠的 那它這裡有一個發泡的橡皮 一般來說 像日系車的話 這個通常會用一個橡皮的零件 可是E710 E710F 這個算是一個發泡的材質 這個材質 在B&W的 E90 的車上的話 後面避震器的上部 也是這種發泡材質 這種發泡材質的 好處就是它的 Q度比較軟一點點 但是缺點的話 就是它 久了之後它會 會水解 一般就叫浮起 它粉化 所以它的壽命是有限的 那今天拆下來的時候 狀況還很OK 所以我們就繼續沿用它原廠的上橡皮 這個不算是上橡皮 就是一個上部的一個緩充電 這個是它整體一個結構 但它這邊的話 跟這邊的軸套看起來不太一樣 這邊的形式一個階梯型的 用意就是 它這邊的話 是要裝在輪胎的那一側 它會整個避震器的受力 不只是一顆螺絲而已 這個孔徑 就是跟這個是一樣用意的 是要框進去它的 砍進去它的 置壁裡面 所以它的整個受力點 不會只有螺絲 它的這個孔徑的話 也會幫忙受力 所以這樣的 耐用度的話就會比較好 它的軸套 就比較不會那麼容易怪掉 這個是後方組合起來的樣子 那阻尼的調整 就從這個地方 來做調整 往順時針變硬 往逆時針的話變軟 它原廠的筒身 已經阻尼已經掛掉了 所以我壓它的阻尼的話 是比較不準 這個就是發泡的材質 它久的話會粉化 會有粉狀 所以這個是它後面的筒身 它後面筒身的阻尼其實也還蠻強的 可是已經彈不上來 這個用的里程數應該是有點偏多 所以後面的筒身是確定是掛掉 它後面筒身這裡 左邊跟右邊都各有一個油管固定架 這個KT的話也都有做 所以都是做這台車所 專用的規格 它的上座 本來這個是裝在這裡的 把這個上座拆下來 在改裝的避震器上面 繼續來沿用 不過這個 再講一遍 這個是消耗瓶 這個是後面的避震器 我們交給師傅 來 那後方的部分是已經裝好了 裝好一邊了 好 這邊的話在這裡 這個下方有一個調整機構 這個調整機構就是 這個調整機構就是在調整後方的車高的 在這裡 那它的筒身是在這個地方 所以它的油管固定架 KT有做了一個專用 給這台車所專用的規格 在這個地方 這些都是專用的規格 那下方的軸套的話 就不要裝錯了 比較大顆的是在靠近支臂的位置 這個是後方也是一個 算是一個多連桿的懸吊系統 所以這台車在拆裝 會比較耗時一點點 因為它的彈簧在這個位置 對了 剛剛說到 後方的車高 輪胎到葉子板的距離 不可以低於30幅以下 那30幅以下 不是KT的產品 沒有辦法對應得到 是因為當車高降到30幅以下 這裡 這個點 這個點 這裡其實算是一個小饅頭 這個點跟它一個板件的位置 這裡的距離會變得很小 那我們現在看到這個距離其實還很大 可是車子放下來著地之後 這個距離大概剩這樣子而已 那如果降到30的時候 它這個距離很近 萬一後方滿載 又遇上大坑洞的話 這個資地 這兩個之間會做敲擊 那敲擊之後就會誤會以為是避震器觸底 其實不是 是避震器的行程是夠長的 可是這個地方 這個是這一台 17值的X5 或者是同一個世代的X6 都有類似的狀況 所以這台車 就不建議降得太低 因為降得太低的話 變成這裡還要再消掉再加工 它才有辦法閃避這兩個之間的干涉狀況 所以最低的話 不建議低於三指 這個是後方的懸吊 那後方像這樣的懸吊系統 待會在定位的時候 它的傾角、豎角都一定能調整 那前面的話是雙A 多連桿的一個雙A背的系統 所以它的避震器 上部的話有一些試蓋 試板的話 把它拆開之後 就可以看得到避震器的上座 在這個強化拉桿的下方 一樣順時聲的話就變硬 逆時聲變軟 所以這一個藍色的 就是KT所附的強化上座 那避震器的話 在彈簧配置上 是配置兩百長12公斤 兩百長12公斤 這台車其實沒有配置的特別的硬 因為畢竟才是修理車 所以我們只有比原廠的乘坐感覺的話 再略重了大概20到30%而已 那這台車如果有改煞車卡前的話 跟190的系列一樣 這顆大型的鐵套很容易會壞掉 所以如果有改裝煞車的話 這個鐵套要留一下它的壽命狀況 然後避震器的部分的話 前面這個系統跟賣花層一樣 如果要調高調低 我們就用長度來改變它的高低就可以了 這個地方 那調整完畢之後 這個齒輪狀的托盤 要記得把它敲緊就好了 那這台車結構上是 前面是比較簡單一點 但後方的話拆裝會比較耗時 那KT用料的部分 我們所使用的阻尼油 是使用義大利IP的阻尼油 這個是大概這麼大一桶 兩百L的 那在油縫的部分 又關到避震器的壽命 我們所使用的油縫是日本 NOK的油縫 所以用料的話其實都相當的不錯 那KT本身就是一個製造的工廠 如果以內銷在台灣來說的話 我們在北區有經銷商 中區的話也有經銷商 南區的話也有經銷的店家 所以如果車友們有想要試乘 或者是有任何問題的話 都可以跟我們的小便聯絡 謝謝大家 掰掰